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社会版,我是Kevin 第一,韩国YouTuber在巴蒂亚被揍 泰国小长假期间,一名韩国YouTuber在巴蒂亚海滩直播时 拍到了在当地出租沙滩椅的小贩 两名小贩要求韩国人瑞删除视频,因为他没有得到拍摄许可 随后双方爆发口角之争 本着能动手别动嘴的原则,一名小贩上前给了瑞两拳 韩国博主的鼻子被打破流血 关于此事的处理,媒体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市民说,旅游警察介入后,以未经许可拍摄他人为由 向瑞收取了34000泰铢的费用 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但巴蒂亚警察局则表示 双方因肢体冲突和公共场所骚乱而各被罚款1000泰铢 警察说泰国男子向瑞道歉,瑞随后同意删除视频 第二,陶工府烟花仓库爆炸与警察腐败有关 上周六,位于泰国南部陶工府的一个烟花仓库发生爆炸 造成1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附近300多座房屋受损 爆炸中心的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 连附近的水源都已经被污染 我们说这次意外事故与警察腐败有关 并不是腐败引起了爆炸 而是存放烟花的仓库居然位于住宅区 据前景党议员揭露 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队可能很早之前就知道仓库的存在 并清楚里面存放的是危险物品 近日,泰国警察总局副局长苏拉切视察了爆炸现场 并承认事故可能与内部腐败有关 已经着手调查包括该区警察局正副局长在内的四名警察 据媒体报道 仓库的主人是一对拥有双重国籍的泰国夫妇 他们可能已经逃往了马来西亚 泰国警方已请求马方协助抓捕这两名嫌疑人 第三,泰国今年国内游力争实现2亿人次 尽管今年泰国家庭负债比去年增长了11.5% 零售消费已经开始出现下行 但泰国旅游局依然预期今年国内游将达到2亿人次 根据旅游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泰国游客出游量达1.35亿人次 其中5860万人次为一日游 7650万人次为多日游 总共为经济创造了4780亿泰铢的收入 分管国内旅游的副局长塔帕尼表示 他认为泰国民众已经为今年8至12月份的出游 预留了足够资金 虽然泰国的政治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但官方认为这对国内游的影响很小 他们正在制定新的旅游战略 确保当地人选择国内旅游而不是出国旅游 第四,朱拉鹏皇家学院学术造假教授被开除 据泰国媒体报道 朱拉鹏皇家学院在一份研究出版物中 发现了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 该学院的一名教授被举报 他涉嫌通过公司购买了研究论文 只要愿意给钱 这些论文公司会将客户的名字作为贡献者 甚至是主要作者添加到论文中 朱拉鹏皇家学院为了保持其声誉和诚信 近日宣布将该教授开除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曾对学术造假进行过深度报道 在全球范围内 个别学者为了升迁或提升权威 与论文中介公司进行合作 向西方著名期刊投递假论文 德国诺威伊克大学的药理学专家 塞菲特博士介绍说 在2020年 他们收到了全球1200份投稿 其中350份论文有作假 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9% 第五普吉岛计划减轻对旅游的依赖 天生励志的普吉岛计划减轻对旅游业的依赖 发展实家产业 提升综合实力 打造泰国的新经济体 这是普吉岛赋福尹近日透露的消息 显然这是受到了落选2027世博会的刺激 在世家名单中包括教育美食医疗保健体育 渔业会展以及海上交通枢纽等 旅游业是普吉岛的支柱产业 这点是具有共识的 而且即便新的产业名目众多 但几乎都是以旅游业为基础 更何况美食医疗保健体育等 本来就包含在广义的旅游之中 只有在海量游客持续涌入的情况下 其他产业才有可能蓬勃发展 世家计划实际上是对旅游业的延展和细化 是对旅游业更加依赖的表现 当然当地政府这个政策 也可能是为了保住世博会项目的资金 为了申办2027年世博会 普吉岛收到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 但随着落选 更多的项目已经被推迟 第六 为促成软件销售 四色局医院患者数据被删除 据泰国媒体报道 一家网络安全公司 试图以300万泰铢的价格 向四色局医院销售数据备份软件 而就在此时 医院内部人员删除了所有患者的数据 造成医疗系统全面崩溃 这一严重的信息事故 导致大量住院病人无法继续接受治疗 很多人只能无奈出院回家 同时 医院也蒙受了高达5000万泰铢的经济损失 记者在现场看到 多名患者被医院拒绝收治 院长表示 他不在现场 但他可以肯定这件事是内部所为 并以下令进行快速调查 一旦发现有违法和违规行为 事案人员将受到医院的处罚和法律的制裁 举报人告诉媒体 涉嫌删除数据的高管 目前依然在医院工作 好像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300万泰铢的项目 就算拿回扣的话能拿多少 100万 150万 200万不得了了 但有多少患者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行为用草间人命这个词 我觉得一点也不算过分 第八 苏美岛小旅店收到天价电费账单 今天的电压有点不稳 这个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的 上个月底 苏美岛一家仅有8间客房的小旅店 收到了7月份的电费账单 酒店老板拿的账单直接就惊呆了 上面显示 他们在一个月内使用了509万9940度电 电费总计1178万零五泰铢 而他们正常的每月用电量 大约只有四五万泰铢 旅店老板立即致电苏美岛电力局 由于正在放假 冰冷的机器说 请在听到第一个医生后 留下你想要说的话 我们会在假期浪完了之后回复您 1100多万泰铢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把这家小旅店卖了 可能都不够交电费的 老板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彻夜难眠 最终是通过自媒体曝光了这件事情 天价账单立即引起了网络舆情 苏美岛电力局被迫向用户道歉 承认是他们工作的失误 并立即重新核算了电费 实际费用为46,878泰铢 第八餐馆老板追到差评顾客家中对质 这条新闻挺吓人的 给外卖差评会引来餐馆老板的亲自登门 如果是赔礼道歉的话还好 假如堵着门口骂街一骂骂一天的话 确实是挺尴尬的 近日一名外卖顾客批评 某餐厅的外卖分量不足 并给出了差评 号召人们不要到这家餐馆消费 老板说这条差评导致顾客减少 随之而来的是收入下降 他曾多次尝试联系该顾客 但都没有成功一怒之下他选择登门对质 他说自己并没有威胁或骚扰顾客 而是要澄清双方之间的误会 但最终他还是向顾客道歉并提议进行补偿 看样子自己还是觉得有点理亏 目前外卖公司对此事并未发生 餐馆老板显然是利用了顾客的私人信息 做出了与平台销售流程不符的行为 这一点对消费者来说 可以视作一种潜在的威胁 第九 曼谷铁路沿线垃圾壮观 铁路局开始清理 近日一名日本游客在自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 画面上日本捐赠给泰国的火车 从远方缓缓驶来 而铁路沿线则布满了水泥筷子 木头片子 食物袋子等各种垃圾 随后 这篇贴文被泰国的意见领袖转载 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曼谷市市长查查文讯后 于本周二到现场进行了视察 他说 这是为了修建朗曼之乌塔堡的高铁项目 对1.2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上 大约100栋废弃住宅进行了拆除 但施工后的建筑垃圾并没有清理干净 导致附近居民将此地当成了垃圾厂 生活垃圾也就越来越多 曼谷市政府和泰国铁路局 已经安排了30多人来清理此地的垃圾 随后将立起隔离墙 防止非法倾倒 第10 男子路边小便被野猴揍下山崖 近日 一名44岁的泰国男子 在南部拉郎府的路边停车方便 可能是尿到了不该尿的地方 比如说猴子的身上或者是脸上 然后他被猴子袭击 在反击和躲避的过程中 该男子失足跌下了50多米高的山崖 猴子还叫来了10多个同伴 一起围殴 本来就已经摔得不清的这个倒霉蛋 幸好有路过的司机看到了这一幕 他用石块驱赶了猴群 然后打电话报警求助 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自己每天上驾班都会走这条路 从来没有遭到过猴子的骚扰 没想到今天一抛尿出了这么大的罪过 差点小命都交代了 泰国公路边的加油站很多 全部都配有洗手间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到路边的森林里面去方便 猴子揍一顿其实还不算大事啊 假如碰见了大的蜥蜴或者是毒蛇的话 那麻烦就大了 据Commercial Search的调查统计 曼谷在今年数字游民最佳城市排名中 位居全球第一位 在57个入选城市中 就住宿费用而言 曼谷位居全球第六 饮食花费的廉价程度全球第四 休闲娱乐综合排名全球第六 互联网速度排名第五 而且外国人可以凭借旅游签证 在泰国生活90天 每三个月入境一次无限循环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加一个阔虎 阔虎里面是中国护照除外 这份榜单的第二名是上海 上海为什么能够跻身这份榜单 目前还不太清楚 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太自洽的 作为国际的数字游民 这就是一群靠互联网吃饭的人 那么他们居然会跑到一个有墙的地方 在里面通过互联网混吃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 有些不可思议 第三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 从这个排名也可以看出 完全是依靠搜索引擎的数据抓取 权威性并不高 所以曼谷也不用太高兴 还需要继续努力 第十二 泰国男子以每件100泰铢的价格 出售前女友的衣服 一名泰国男子在大约三个月之前 和他的女友分手 两人在交往期间 他给女友买了200多件衣服 但这些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为了约了大家并少量挽回自己的经济支出 在妹妹的帮助下 他开始模仿女性的体态 试穿这些衣服 并将过程发布到互联网上 每件衣服售价100泰铢 目前他一共才拍了五件衣服 就已经卖掉了其中的三件 大量泰国网民还在等待着他更新 他说试穿这些衣服感觉非常好 无论是做工还是材质 而且这种营销模式也很有趣 他可能会将此作为自己的副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